主上 善 隨著這樣觀修 你越來越熟 那就可以隨頌起觀 就到哪邊做 現在是還在文字上 慢慢的就進入文字的意 慢慢就進入文字的境界 慢慢就可以 我就是本尊 本尊就是我 我是本尊 這個世界就是我的煞土 我的煞土是極樂世界 所以內跟外慢慢你就隨時 都以本尊自居 這個不是一種不自量力 而是慢慢的轉化 你哪一天真的覺得就確定 我就是本尊 本尊就是我 還要去極樂世界嗎 這個就是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無處不在 就好像我們清淨的心 到什麼地方都清淨 所以這個法界 為什麼說它清淨 到任何地方都是緣起 性空 性空 緣起 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切像其實都是因緣所生 因緣所現 也可以講說空性所現 所以它還是會回歸空 那個有的是藉著因緣 撐起來的一個假象 不是真正的存在 那我們如果知道這個也是這樣 我不管生氣 不管高興 其實是我的自性 隨著我的心情 隨著我的意念 撐起來的假象 它不是真的那個樣子 所以千萬也不要 因為做錯了事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懺悔 根本就頭殼壞掉了 錯已經是夠可憐 還要一直不斷的錯 沒有那個道理 沒有那個道理 是什麼道理呢 我知道這是緣起 這是我一時不察 業障現前 情緒不能控制所現的 當下發泄了 當下就沒有了 事事喪失那個樣子 你能一直生氣嗎 不可能吧 生氣就生氣 那當然接著下去 我以後要小心一點 那萬一那個生氣 傷到了別人 要去跟他說對不起 因為一時不察 你萬用我一時不受用 我不是條工的 這個其實你講一講 對方一定會 就很快就解放掉了 但我們就是因為那一份 習氣重 然後又執著 所以就錯一次等於錯無限次 不斷地錯 不斷地錯 然後還不認錯 明明傷到別人 還不願意去跟他道歉 這個就莫名其妙 所以有時候 我們真的好好想一想 我們怎麼會這麼莫名其妙 怎麼會不像個人 不像個懂道理的人 你如果懂道理 你應該會做出懂道理的事 但是呢 因為我們修養 真的我們的業力 因為過去不懂道理 所以不斷地造業 不斷地熏習習氣 現在懂道理要開始把它解開 道理都懂了還是一樣 依然顧我 還是不斷地犯錯 不斷地執著 不斷地去造惡業 受惡報 沒有這個道理吧 但是呢 我們那個無明的習氣 就是有這個道理 他就是那個道理 所以我們才叫他無明 那個無明就以為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的是對的 我的是最好的 我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就沒有辦法 所以一定要看到 那個無明的沒有道理 莫名其妙 我不能 我是不應該莫名其妙 那無明會莫名其妙 會莫名其妙的是 無明不是我 這麼把它分清楚以後 你越來就越不會被 習氣業力轉了 而是能轉習氣 心能轉靜 極同如來 靜也是你心所限 習氣業都是你心所限 真正的心能夠轉那個靜 那個靜是空的 那個靜是莫名其妙的 不要被靜轉 一定要能轉靜 哪裡能轉 心才能轉 一切都是心所限 所以一切靜 都不離心 靜即心 心即靜 心靜了 心清靜了 靜就跟著清靜 心如果污染了 靜就跟著污染 因為一切為心所限 而心本來是什麼 心本來就是清靜 心本來就是空的 就是明的 本來如是 那你不回到對的 你一直弄錯的 就莫名其妙 所以我們不能 如果保持絕 隨時保持絕躁 就不會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莫名其妙 你又落到污名喜氣去了 就莫名其妙了 你如果隨時保持絕躁 不會莫名其妙 真的 大家稍微想一想 你一落到喜氣業力 就莫名其妙 你一直保持絕躁 就不會莫名其妙 他要莫名其妙 你看到他莫名其妙 你不會理他 結果你又跟著莫名其妙 然後兩個就鬥起來 結果在那邊掙扎 事實上呢 其實 那個體性是永遠入入不動 他入入不動 不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 而是寥寥分明 什麼都知道 他可以穿透一切假象 所以這個就明 然後他隨時入入不動 因為就在空裡面怎麼動 空怎麼能動 這個法界 一真法界 是同體性的法界 他從來就沒有生滅 會生滅是緣起 是假象 你懂這個道理 你慢慢就會 正德實相 就到見到位 到位以後就開始可以 做菩薩的功德 隨時隨靜 隨言饒益眾生 隨言化解無名 這個 光守到之處 黑暗不可能存在 所以你只要到見到位 你到任何地方 都是在弘法的一生 對 我們 大家 覺得OK嗎 如果OK 我們這支香 我們這支香 就這樣子做 欣喜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 好像越來越 真的有進步 因為 自己在那邊做 靠的是自己的業力 靠的是自己的質量 但我們都在修本尊 或者像在念佛 你靠的是佛菩薩 當然是靠你自己 但是這時候有佛菩薩陪著你 那你修本尊的時候 我們的意念 就跟佛菩薩在一起 佛菩薩也跟我們意念在一起 然後久而久之 我們身心就會熏息 這個也是現形熏種子 你不斷的用這樣子來 放進去 一次一次的 本尊的種子放進去 久而久之 它很自然就流落 因為裡面種子 越來越多 成分比例越來越高 它顯現的機會 就越來越大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學數學 要機率的原理 這法界裡面 本來就是機率 我們稱它為緣起 數學說它為機率 它會現什麼 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不是莫名其妙的 雖然我們看起來 好像機率 機率好像有點 有點機會什麼 但是那個機會 是給準備好的人的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但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沒有準備好就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還是要好好修 才能夠在這個法界裡面 隨著緣 隨著我們的願 隨著那個 因緣其實也是願意來的 你想去跟人家 打個最簡單 你要去交一個朋友 你有這個願 那你看到人的時候 你就親切一點點 帶著微笑 因為只有微笑 人家會喜歡 你說我要交朋友 結果臉都僵僵的 誰要跟你這個實相交朋友 為什麼不弄一個活相呢 活相就活潑潑的 死相就是冷冰冰的死板板的 那叫死相 所以你活著為什麼要現死相 死隨時等著你呢 你不用現死相 你想保持活相都不一定有機會 何況是用死相 所以你這個道理一懂一轉 其實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切都是以你的心為主 一定要正確的觀念 起好的動機 起好的念 做好的行為 這才是好人 那如果我們以好人自居 以為自己是對的人 結果起心動念 表現出來 通通不對 你怎麼會是一個好的 對的人 所以 從這個地方真的好好 下公屋 那下公屋最快 最好的就是跟佛學習 隨時跟佛打成一片 那就最好的 最好 沒有比這個更好 所以 修本尊啊 或者念阿彌陀佛 其實是我們的生命裡面 最好最好 民初的時候 有一個大仁波車 那時候都 政府都請他來 辦大法會 那護國襲災了 都請他來 那他就有一句話 他說我們 漢地 都很多人都修淨土 都念阿彌陀佛 他說念阿彌陀佛 修淨土 就是大密宗 當然 這個也是迎合我們 鼓勵我們 事實上也是 你如果真的那句阿彌陀佛 就等於阿彌陀佛 就這個阿彌陀佛的名 就等於阿彌陀佛的實 名實相符 那就大密宗啊 我就是佛啊 就是佛啊 我就是本尊啊 不只是我本尊 我嘴巴出來都是本尊啊 念阿彌陀佛 就從你的嘴巴生出阿彌陀佛啊 那為什麼能從嘴巴生出阿彌陀佛 心裡面已經是阿彌陀佛 所以透過嘴巴出來也都是阿彌陀佛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理解 那真的是 是大密宗 淨土就是大密宗 但是你如果明只是明 那就不能稱為大密宗 那就是說阿你是念佛的 OK已經很好啦 你是念佛總比惡口 總比講那些是非 善心雜花要好得多吧 但是還要再進步 還有進步的空間 還有進步的內涵 所以我想我們不管修哪一宗 其實都要知道重點是什麼 其他通通是行事 連阿彌陀佛也是行事 包括我們在這邊觀修也是行事 那在那邊參話頭也是行事 重點目的都是要回到 真正的我到底是什麼 變成真正的我 他要是有意義的 不是真正的我 是這個莫名其妙的執著 這個就完全顛倒了 那一念無明已經很可憐 又堅持無明那更可憐 保護無明那更可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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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